這個項鍊也是給媽媽的禮物嗎 對對對 那個時候是之前的經紀公司 然後由我跟周慧 然後到香港去表演 是 那那時候在澳門表演完之後 就想說都已經來了 乾脆再多待兩天 多待兩天 對 所以我們就坐船到香港 對 香港去 然後想說就去買一些 走走看看 對 結果就到附近的浴室 就看到這個 就是看到第一眼就很喜歡 想說我媽媽應該也是很喜歡 會很喜歡的 但是你知道這個 我一看到的時候很喜歡 我實在是捨不得下手 因為它價格蠻高的 這個蠻高是 對 因為它幾乎 已經把我那次表演的錢 一定要花下去 可是我後來我就覺得 好啦 既然送給媽媽 那就狠心一點好了 因為平常媽媽就是省時間用 這樣你不小心會讓我們知道 你的商演行期 那個時候 現在比較便宜了 現在比起來還便宜 我還以為說那個時候 現在比起來還貴很多了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當初買的時候是 18萬 很貴耶 很貴耶 所以 所以我媽媽從來沒有帶過它 捨不得 她捨不得 因為她一聽到價錢 她嚇到了 對啊 這應該是翡翠 是翡翠 對 所以媽媽是聽價錢 決定要不要佩戴 對對對 是嗎 沒有其實你知道排灣族 就是我們的原住民 有很多的慶典 比如說結婚啦 或者是豐年季啊等等 其實我們大部分都是穿族服 其實我們就是戴自己的那種 自己的琉璃珠的項鍊啦 手飾 所以像這些手飾 我媽平常不太會戴的 不過女人就是這樣 總是要有一些祝報手飾 是 不但放在保險箱 放在抽屜裡都開心 沒錯 但是我們就是就這樣的物件 去告訴你現在的行情 你現在開始哪個住廂喔 我突然覺得心臟 有點瘦不太 沒有BUS 好 我們先見價 等會來看廖老師的設計 好 請見價 48000元 難怪你也要請住廂 對 因為目前這樣的行情 因為這個 什麼原因是因為 它的質地不夠好嗎 這個本身是A貨 太薄了 然後它有一些就是 顏色不均勻 那旁邊這些台 大約這樣一個心形 它不大耶 所以大約這個預額 差不多2萬元 然後這個台 我們現在就是做起來 應該說2萬8千元 怎麼會那時候標那麼高呢 18萬耶 它在香港買的嘛 在香港買 常常 我不是說香港不好 但是在香港買東西 其實很多都要小心一點 就有朋友帶的話就比較安全 你路邊隨便買 那那麼多 那麼多的遊客 它當然就是一個 一個砍一個這樣 那個店面 就是看到你這麼大張 跟土豪一樣 然後講話又那麼小聲 你講話很細緻嘛 那通常人長這麼高大 講話很細緻的 因為家裡面一定非常有錢的 一定會一台 真的還假的 做生意也要看人啊 是不是 看到你這麼大張 然後那個講話設置 你知道嗎 不是 李老師 謝謝老師 從節目一開始 到現在都一直在幫他擦汗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啊 我們的企劃 把這個衛生紙送進來 放到這裡的時候 是要給他擦汗的 因為他流了滿身大汗 結果李老師 把他拿起來自己先擦汗 我還以為是我擦汗 我沒有流汗啊 奇怪 我跟 他笑翻了 他叫我擦汗 我說我沒流汗啊 奇怪 啊 原來是他 哎呦 很好 好 來看 李老師 你看喔 你這一個物件呢 非常的小 對不對 你再怎麼佩戴呢 他還是 集賽 集賽 然後你看中間那個 那要怎樣本來要變黑棋呢 然後要怎麼變黑棋 你看中間那個 珊瑚拿起來 珊瑚 那個珊瑚拿起來 你把它橫放 橫放 橫放 然後讓他那個花苞往上 花苞往上 花苞往上 然後呢 我們再把這一個桃子放在上面 桃子長在珊瑚上 這兩個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告訴你 就開花又結果了 哇 是不是很漂亮 很有意義啊 嗯 大山你隨時都可以戴 媽媽也可以戴 嗯 所以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別針 可以變別針 也可以當醉子耶 哦 你知道嗎 就做兩用 就做兩用的 你一定要有一些好的意向 不要只是單獨 而且這邊只是開花 有開花沒有結果沒有用啊 然後那個桃子你單獨帶 又是一個工具的一個珠寶 那媽媽當然不帶了啊 你如果剛剛講180萬 她更不帶了 很棒奶弟了 好 謝謝大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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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